向日葵花田 歡迎收看呂日茜茜 我們現在在成田夢博物中 今天要推薦大家一個很夏天的觀光景點 向日葵花田 其實關東部只有一個向日葵花田真的很難選 最後雀屏重選的是成田的夢牧場 為什麼呢?就像畫面上看到的 它有著比人還要高的向日葵花園迷宮 向日葵花園該怎麼去呢? 由牧場經營的花園墓地廣大 位在郊區,從東京過去還蠻辛苦的 在街上上的階段上的階段 在階段上去 不過看離成田機場很近 如果從機場過來的話比較輕鬆 來日本玩建議第一天 或是最後一天安排這個行程 巴斯在等我們了 有名牧場 入場費用的話 成田夢牧場的入場費是1450日元 買預售票的話好像會便宜100元 在等你 在等入場園 那我們就來看向日葵花田吧 我看到向日葵了 牧場內有兩個迷你向日葵花田 哇!現在剛好是花季 一個就在牧場的入口附近 迷你向日葵農園 哇!真的超漂亮的 這邊種著小小的向日葵 形狀非常可愛很適合拍照 超級多向日葵了 還有另一個迷你向日葵花田 在牧場的深處 這邊可以搭乘蒸氣火車 繞著向日葵花田走一圈 這邊是 迷你向日葵農園2號 小喜瑪莉園 2號 這裡的向日葵 比剛才的那個農園 再小一點點 而且它很整齊的在種植它 像米一樣 真的嗎? 這裡很漂亮 很可愛 很可愛 這邊是小孩子 那這邊呢就是他們的寶寶 還沒有什麼話長出來 還笑笑一次的 媽! 日葵!沒了 怎麼吃的? 好可愛喔 下次可以說 開始 好可愛喔 接著終於來到萬眾矚目的向日葵迷宮了 今天就是為了他來的 哇 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真的超漂亮的啦 我們要往目標前進 哇 那個超高的 這個超高的 你擺走 他是我的兩倍高耶 你擺走 完全手擺不到底 哈哈 還是用我碰得到的 像日葵 然後除了牧場的牧園費之外 迷宮是要另外付費的 一個人的話是三把五十玉元 如果是算御醫來的話 迷宮的入場費就不用錢喔 好我看到終點了 夠了 哦 達標 真的嗎 嗯 確定 迷宮的位置標示的蠻不清楚的 問了工作人員之後才知道 其實是在牧場的外面 大家要注意喔 啊 誰啊 啊 哦 不過有點可惜的是 今天來的還不是時候 迷你像日葵花田已經是觀賞期了 但是迷宮則是寫著 也就是鞠躬 有點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過就是像日葵低著頭的意思 應該再晚一點點來才對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在這邊結束啦 謝謝觀看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加訂閱喔 掰掰 拜拜 いただきま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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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